这个够震撼了吧 我们制作黄豆肥 关键的第二步就是它了 大家好 我是佛山奥花匠 今天黄豆浸泡了 接近有24个小时了 所以我打算把它进入 第二步的发酵阶段 第二步是煮 很多朋友在家里发酵肥料 总是问我一个 东西要不要煮熟了 为什么要煮熟 其实大家要知道 任何的材料 煮熟了之后 分解的速度会更加的快 尤其是一些蛋白质 以及肉类的东西 它的分解速度是很慢的 但是像蛋白质这些东西 如果凝固了之后 煮熟了之后 您再拿去分解 它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而我们这次制作的 黄豆也好 花生也好 一些包汤的渣渣也好 里面都含有大量的蛋白质 氨基酸 淀粉 糖 等等这些物质 尤其是蛋白质 尤其难以分解 所以我们第二步 不要急着给它什么一氧菌 因为没有煮熟的材料 分解很慢 你看这个黄豆 昨天泡放进去的时候 我浇了大概是三倍的水 现在泡了一天之后 您看 膨胀了仅其三倍了 所以基本上我这里看不到多少水了 其实发酵黄豆 尤其第一步一定要加够了水 充足的水分能将这个黄豆快速的膨胀 更容易被分解 也不去浸泡了 再进行煮的效果是很差 你看这个花生也好 这个南北性也好 现在这些黄豆通通的倒进去 你看这个绿豆 绿豆也膨胀了好多 我们一般情况不要加到太满 像我这里的有点太满了 等一下煮的时候它会起泡泡 基本上您加到80%左右是最理想 等一下我还要把多余的水分给去掉有一部分 要不要等一下煮的时候会很难助理 黄豆肥传网的方法都很少 很少有人愿意花这个时间 以及那个金钱去制作黄豆肥 大富和非买回来撒在花粉里面 的确马上瀝干净 看到效果 而我偏偏喜欢玩有机肥 而有机肥发酵黄豆 我这个方法又是传网唯一 我加热这个黄豆不是像大家的放在锅里面煮 我时间不够 所以我用这个 这个是电热蛋也叫热的快 你看放下去才一下子那个烟就起来了 把它再放进去 这是由于里面加了太多东西了 黄豆啊花生啊等等那些 占了整整三分之二桶 所以现在底下你看桶不下去了 就这么多水了 这个热的快一下子就开始冒烟了 你看到没有 太厉害了 我是去年特意买的这个热的快 就是为了发酵肥料的 而这样加热这个热的大概是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左右 就完成了整个的加热过程 当然了 你想它分解的更快 我觉得您可以再煮久一点 这里提醒大家一个 装黄豆的这个桶一定要是够硬的 已经要稍微赖一点高温了 你搞这个黄豆一直都是这个桶了 今天的煮明天的下料下的那个细菌都是这个桶了 以后发酵都是这个桶了 记住了没有 要说说就是您在家发酵的有机肥 为什么会臭的问题 其实最主要的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您的材料没有被煮熟 除了材料之外 还有那些水也是没有被煮熟的 里面有很多的有害的细菌 有害的成分 直接影响到你的材料被分解 很多时候我们的材料 最后没有变成养花的万能肥 往往是一些细节上 没有做好 没有做到位 当然了 有没有人告诉你正确的方法 也是很关键的 像我这样子慢慢的煮 我上去把花贵的事情做完 浇完水 我差不多下来 它就煮熟了 这样子非常的省事 养花种果蔬 我们的制作有机肥是非常好玩的事情 而且简单介绍到这里 这个肥料没煮熟 明天我们继续了解黄豆肥制作的第三步 鼻子 哦 这是一个问题 的